首先告诉您针对特征组监听国会所引发的争议 由法务部成立的调查小组在今天下午公布了调查报告 结论指向全案是监听失误 特征组并没有违法滥权监听国会 不过包括了检查总长黄世民 特征组长杨荣宗以及承办的检察官郑申源 都有明显的行政疏失 法务部将把这三人送检察官评件委员会处理 为了厘清特征组有没有违法监听国会 法务部的调查小组连日来历经多次的月券 合约寻检查总长黄世民等19人后 今天调查报告终于出炉 调查小组认定并没有证据足以证明 检察官是故意要监听立法院总机 所以申请监听097的电话的程序 并不是以违法方式来做处理的 调查小组认为全案就是起乌龙监听 特征组的检察官尽管经过了查证 仍旧误认0972这次立法院的总机电话 是立委科建民助理的首期 才会向法院申请监听 调查局也证实虚拟行动门号 是无法有效监听 而调查小组听取21片特征组的监听光碟 也确认其中0972电话的部分 真的没有任何的通话内容 所以这张光碟片录的是两支电话的通话内容 那么其中0972这一支电话的通话内容都是空白的 但是另外一支0915的那支电话的通话内容 是完全有收录的 尽管调查小组认为 特征组没有违法滥权监听国会 但承办检察官证声援 为积极做好查证工作 设有行政疏失 而检察总长黄世民已经特征组的组长杨荣宗 为尽好监督的责任 已经伤害了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包部则决定将三人送检察官凭借委员困备处理 只是这一场监听风暴 调查小组定调只是监听失误 是否能够获得外籍认同 还有待检验 就算林国黄SG小组泰报道